这个张蕾 其实听完你的故事 问你一话 你觉得命运公平吗 说实话吗 我觉得公平 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能够 像正常人一样 站立行走 像正常人一样 可以获得自由 想去哪去哪 那可能我的生活中和我的生命中 不一定有我现在这么多的快乐 所以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 我告诉你张蕾 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 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每个人在一生 都有权利去选择 我们自己要对自己公平 你在17岁那年 推动轮椅的第一下 对自己很公平 你在大连的街头 对自己很公平 我们自己要对自己公平 真好 真好 所以我在想 一个打个喷嚏都会骨折 三个身都会骨折的人 他在笑对人生 说命运很公平 我们在座的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说命运不公平 但是有些 有些老师确实不公平 看着你就说你今年30 其实 你还真正运回 不不不 其实人家明天就过28周岁三月 真的 对 哎哎 这么巧啊 您怎么知道的啊 所以我们栏目组呢 哎 我们的制片部门很细心的 拿你身份证那瞬间就记住了 蓝幕组在这儿给你一个惊喜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一头快乐 一头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现场大家为张梅祝福生日 我们大家唱生日课好吗 好 来 谢谢 好 好 在家里以前在家的时候 生日都是谁陪你过 奶奶 那时候怎么给你过 煮两鸡蛋咕到咕啰咕咯 哎 你看今天奶奶也在旁边 奶奶也在旁边 我六十岁 所以跟你奶奶年纪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以后叫我方奶奶 方奶奶 张伟在心里 许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愿望 对 然后我们帮你把蜡烛对 对 好 你需要我们再吹 吹吧 好 太高 太高兴了